Hello,大家好,我是沐沐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几款比较万用,比较百搭的制服鞋 男生女生都能穿的哦 第一款就是这个啦 这个是一个比较学院风的,比较日系的,比较软媚的制服鞋 不管你是穿JK制服,还是穿日常服装 搭配的格子裙,小裙子都能穿它,都非常的百搭 因为我合作这家工厂,他们是专门做这种制服鞋,玛丽真鞋,小皮鞋的 所以质量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 这个是一个亮面的款式,它的鞋面的光泽就非常的好 也是比较结实,比较软 它这个鞋垫是那种弹力棉,就不像有的鞋子 它的鞋垫硬的跟木鸡似的,走起路来非常难受 而且你看它的缝线,都非常的整齐 看见没有,还有它的包边,也做得非常的好 这款鞋子是这种粘贴的,这种粘贴的好处就是穿着方面会非常的方便 这样脱就直接把它揭掉就好了 它的鞋底非常的厚,给你们看一下 大概有四五厘米,然后也非常的结实 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有的鞋子就这样走路穿久了的话 就很容易看到它那个折痕,你看这个,这个皮面,质量非常好 所以它这个连折痕都没有 这款的鞋子还有一个平价的低配吧 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吧 你们可以看到它们的样式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个鞋子因为价格会低,大概是六七十 这个鞋子是一百五六 这个鞋子可以说是这个鞋子的高配版 所以现在我让你们看一下它们两质量上有什么区别 首先是它俩的鞋面,这个手感摸起来相对这款来说就会比较轻一点 摸起来的质感也会稍微差一点 它这个鞋跟也是大概有三四厘米的样子 不过它重量的话是稍微有点轻了 然后这个鞋底底边也是软的 里面也有防滑的设计 就这种小点点,是防止脚在里边打滑 然后这个鞋带的话也是粘贴带 也是穿着起来非常方便 然后还是像刚才那样模仿经常走路的样子 我们给你看一下 它这个要稍微硬一点啊 没有刚才那款鞋子那么柔软 然后就是这款鞋子的重量也是非常的轻 因为这两个鞋子的质量确实是不一样的 这个鞋子的价格都可以买两双这样的鞋子吧 所以如果是第一次穿着鞋的话 你可以买这种比较便宜一点的 先把它当做入门 之后如果你想买质量很好一点的话 再考虑这种百元以上的 第二款鞋子是这个棕色的小皮鞋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鞋底非常有特点 就是今年非常流行的那种材实感 就是鞋跟是那种材实感啊 但是它里边是有支撑的 这样的话穿起小皮鞋来就不会那么累 这个鞋底啊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就光摸起来就手感就非常的好 你们可以看这个鞋面的设计 也是非常的有质感 这种鞋子的款型 其实是那种大头鞋 就是穿起来会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娇小 这款鞋子刚刚才那个粘贴的不一样 它是绑带的 带子的质量做工也是非常好 它这些缝线啊也是非常工整 看见没有 待会我穿上拍点道片给你们看看吧 接下来最后一款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棕色小皮鞋 因为这几款鞋子都是同一个工厂生产的 价位呢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们皮质的柔软度 皮面的光泽 还有鞋底的缝线啊 做的都非常的好 都是同一个级别 同一个价位的嘛 你们可以看到它跟第一款鞋子的防水台设计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然后它这个鞋底呢是那种牛筋底 这种牛筋底啊你们可以看到它上面的纹理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深 还有鞋底下这些比较大的纹路 它们会非常的耐磨 走起路来非常防滑 好了那么今天的鞋子就分享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双呢 虽然这三双呢 它们的质量 做工价格也都会更高一点 但是它们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们的尺码最大只有40码 而这一双最大的话 它能有43码 它的价格也相对便宜 这样脚比较大的小伙伴们也能穿上它 最后呢按照惯例就是我自己的是穿照片吧 大家喜欢的话请一定要给我点赞哦 拜拜 这顶着